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三集的馬迷早晨 因為答應了大家的 如果頭兩場試打一場馬太少 都是講一場給大家聽 讓大家可以多一場參考 不過如果講到後面的場試 大家未必有堅仔可以免費看 但不要緊 堅仔都是幾十元一日而已 其實你用一年 一個賽日不是一日 才像20元 即10元一日 有雲數據 有給你做功課 有我講解給你聽 現場Live 講到怎樣頭珠 那你怎麼只節省20元 一個賽日 賺多20元 不講那麼多 廣告這些東西自己領回一下 記得 右下角有四星龍 喜歡未訂閱的頻道 記得按下去 開啟鐘仔 我們講第三集的馬迷早晨 講第三場 四班1650 因為潘頓 這麼有趣 贏完極速滿貫 去年和大家說贏定 那隻五班馬 彈掉五個馬位贏 我心想 不用這麼遠 自己騎回來也不用這樣 結果上到四班 兩次都不是潘頓騎 第三次 也不是 三次不應主 那些 比德 又大 但那次包裝猛將是潘頓騎 所以他分不到身 這個是真的 不過 非常好運 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是第二隻包裝猛將 當然不是 但它的強度的確很高 怎麼這麼說 魔法速遞雖然不是一隻很厲害 但黑土火箭三班經常上名 有一些正常步速之下 它可以後上這樣殺光 其實是非常難的 所以 非常好運 既然這兩隻單打獨鬥 當然是 像方俊輝那樣說 財職優秀 浪澤 飛驅 得意 佳作 江南勇士 魔法速遞 這幾隻全部 都要掉三個馬位 所以 非常好運 其實一枝獨秀 這場 又是潘頓一檔 貼了這麼多次潘頓一檔 都不贏 看他何時有一檔開債 所以這隻 其實是鬼上身 加到四磅 夠贏 羅富串贏開 這些馬仲美交代 不會留守 就算大熱門 都要貼 他最近輸的大熱門 都沒有叫你買 最多跟你說 會輸的 那些 開心舞步不要掣 在這個時候 當然是愛馬線 挑機 所以 就會見到這些馬 很好運 算是四平八穩的大熱門 沒有點騎錯 其實都是穩陣三甲 應該說穩陣頭二 他脫開 照計都贏得挺輕鬆 不過 大熱門不太划算 買得多 至於武林至尊這隻馬 雖然贏過一次 但是 那四次串Q 自己跑第二 其實他又不算特別強 為什麼呢 其實他就是跑不贏魔法速遞 其實有把尺在那裡 很好運就贏到魔法速遞整兩個馬位 你沒有臨至尊 你沒有臨至尊 你就連魔法速遞都跑不贏 已經高下立件 是衝出的 是贏完之後加分的 有折扣上 你要打了他 不過這些馬 你會知道就是 威武勇驅 黃隱複星 不是每次你黑仔十二檔的問題 真的你不夠人跑就不夠人跑 幾次都是這樣 其實沒有藉口 有些馬就是天生難贏 經常打批 他就是屬於這些類型 你給他漂亮檔 它好一點的 他就會上名 就像今次一樣 上次千四其實都近的 他第五輸三個馬位而已 就是不夠勁大威猛 快樂姑球 這場水準都是很低的 其實什麼瑞一那些 再出梁家俊騎 我都說他鬼上身 結果不理後想之下追不到 已經證明了這場其實有埋步速 都追不及 水準不高 所以武林至尊 如果他熱就好 扯一下飛 幫勁好運 勁好運高他一折的 至於極速滿冠 我認為在五班這樣贏 其實當日的時間 比起當日的四班更好 所以1分40秒91 他贏掉的 第二名的1分慢了一秒 所以就快6個馬位 經常都說1秒6個馬位 大家知不知道 這場1分40秒91 和後面1分40秒7 差不幾 人家都是四班頭馬 那隻已經是試跑得 1分40秒9 大約就在前三的後面 除非覺得黃隱複星和冠寶區很差 冠寶區又多差 是不是經常贏 不過都已經5-6win加上很多次上名 最近還有一個第三 輸半個馬位在沙田 剛剛跑完 即是說什麼 有些質素 這個盧冠軍 輕鬆贏 勝敗不用什麼那麼重 還原就行了 但是黎超星保持這些馬又差點 好像鄭俊偉一樣 你看看熱身後跑得如何 今次再休息一下閘 其實都是想著再提升狀態先出 休息一個月 會搏的 所以你擺這裡 認為他會贏 可能割得很好運 不奇怪 至於東來欣賞就要猜 為什麼 因為初跑1650 而這隻馬 你看他的軍速性 其實他真的要跑一里 很久之前我已經這麼說 但是他一直贏那次1200 就唯有繼續跑1200 那次是放頭的 這些跑1650 他更加會放頭 因為1200也夠快 難道1650跟不到 不會的 所以五檔 你數回內檔的什麼 武林至尊 極速滿貫 超好運 甚至乎 在四檔的閃亮老窩 沒有一隻可以頂他的 閃亮老窩這些跑法 沿途13、14位 不是會頂著他 不要天真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尤其是武林至尊 又是後上馬 最多最多都是超好運 潘頓不會頂你的 神經病 所以東羅欣賞一定能放到 既然這場沒有什麼步速 他就有機會 一放到底 所以要好看當日A蘭的場地 其實跑第一場你已經知道了 如果你看到放頭馬 死不完 斷不完 你看到也不是太慢步速 捱到回來 東羅欣賞 你就要擺前一點 他有機會 把這場所有對手打開 因為他試過閘 擺明就是要跑路程 所以你都要記錄 武林至尊算是第四選 去廣告回來再講北海道 雖然大家看這集會是星期二 我明天才擺出來就是這樣 錄給大家聽的時候是星期一 反正換了衣服 免得經常換 一會兒新世紀速賓賽事 又要脫回西裝 免得 北海道這隻馬 這個路程很準 3111 只有一次沒有三甲 好像很厲害 不 先看一看 跟大家說 看看同情 兩次贏 輕鬆 影贏的鼻子 你好運 然後他不得那次也有頭五 走三疊十當才這樣 不是很厲害 黏地走外疊 又沒什麼涉底 真的 真的 課真價實 而且 他有些是在四班裏做出來 現在也是跑四班 但大部分時間你要知道 他那些兩邊都是在四班裏做出來 至少證明他有能力 不過十一檔在谷草的確是劣蕩 如果你不要武林至尊 我建議你擺北海道 你可以看看賠率 如果武林至尊太熱 這隻也可以考慮 因為A欄的十一檔已經沒有太虧了 不是不虧了 虧了 不過沒有太虧了 如果去到十多倍 武林至尊接近大熱門的好運 可能去到四倍 我會說北海道比較值 北海道可能十多倍 那Pay都有四倍 三倍 他跑Pay有二個 武林至尊跑Vin 確實是 但是你說北海道要贏 難啊 不要太容易了 所以這些做了邊線腳 勇進齊心就相對上 大家都是五班頭馬 他比北海道還差 因為北海道在四班雖然會贏 但是你會見那些對手 銅寶寶 冠寶區 已經是很差 不是啊 萬步速衝上來不是很厲害嗎 那天場地已經是比較利後上了 你看看 只有他一隻這樣衝上來 萬秒四的 你都知道什麼事了 所以你會知道 這些馬的能力上不是太高 六歲當然 所以為什麼他贏完之後再出 會這樣的樣子 他明明當位好了 搞什麼 不關星班時 還在四班跑 不是什麼都六磅 會贏輸十二個馬位 什麼六磅差那麼遠 所以沒有關係 當然還有不良於行 幾樣合起來 但是 關鍵就是 這隻馬 你上到四班 如果不是很好的當位 或者是很弱的對手 你基本上就沒有辦法贏了 這個已經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見到他 在這個路程 所有上名路程 三次WIN 都在這個路程 即是路友穿牆 是在沒事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 雙環紀錄 25日前是什麼 不良於行 原有不良於行 即是你是不不良於行 雙重不良於行 那怎麼辦呢 4月17日之後 你看到這次不良於行 已經失敗了 他失敗了可以再失敗多次 還未跑 那是什麼 你跑不回之前 我當你完全沒有兩次不良於行 115和122 加了7磅也有分別 你加了7磅還可以贏了頸 不可以的了 對手差就行了 你又沒有當位 算了 放手 另外 改了倉 加寶神區 肯收黎超星 看看lock到多少隻牙 黎超星快沒有牙了 真是慘 馬被他贏了一隻又一隻 即是轉倉的那些 沈集成肯收 這些都可以考慮 因為已經去到5歲了 5歲的馬 如果以前減了分 即是對沈集成來說 這隻就是什麼 PPG 差不多了 這隻54多良分而已 成熟了 有賺有賺 要要要要要 黎超星這麼差勁 我一定比他厲害 這樣就要了 這些馬 有很多氣管有血 但就不關沈集成的事 6月23號 還在黎超星馬房 讓沈集成養好 在看神操裡面 雖然操練不算很辣 但改變操練方式 有機會如何 令這隻馬可以不同 反應分去評分出來 可以直接就贏 這些六檔又不是差的 他經常拿周進落做殺手 所以你不要太小看家寶神區 這一種馬 他沒有勇進齊心和北海道那些 那麼容易理解 或者我這麼說 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但是沈集成報得這個路程 一踏就1650 你現在看到他報1650 他身都不熱 直接試草雜 他一定是薄的 一定是薄的 有些可能是熱身的 大家知道 你看看這隻馬三甲 他贏就贏2000 可能他將來再部署跑1800 或者2200 不出奇 但是他轉了頭主 他一定是會好分一點 因為上次不良於行也十多倍 變了你就要試試 氣管有血 變了你就要試試 在第一局就要薄 如果你不薄 不要緊 不要緊 那就下次先 都行 但是你就要冒這個風險 這些馬通常我們就怎樣 抹下它 至於十二檔那些 今早更好 如果不是因為他裂檔 我都是放在四選裡面 都算有些能力的馬 不過能力上他還是未贏的 未贏比起北海道勇進齊心 這些會贏幾輪的 又有決定性的分野 所以這些馬我就傾向不要 去廣告先 後面馬上有個斷層 好像那些 南巴勒海峽的深溝 突然跌級了 跌級是什麼呢 小神仙都推介過給大家 上季尾也有六倍 剛才說了 起承威龍的問題 今季 你看到沒有貼它 千六也好 漂亮檔也不貼 因為知道這些是五班馬 四班不夠跑 而抽個十二檔更加不跑 其實十檔也是一樣的 這些暫時不要選擇 其實上次他追得不差 今次換了潘榮輝 騎工上如果沒有快步速 就不是太好 這場偏偏就是沒有快步速 東來欣賞一隻放 那你怎麼追呢 要是十檔放了一個 博士位就行了 但哪有可能 想都知道不行 二檔你又可以放在中間 但是十檔應該追不及了 那就不選了 另外三隻我認為可以畫的 轉去無謂潔到這隻馬 但是出了一次包尾的馬 我大底都沒有辦法認同 他一轉倉就可以贏 如果這樣可以贏的 世上很多馬轉倉都可以 你最重要是什麼呢 他不是黎超星 即是你家寶神區就黎超星轉沈雜城 或者鄭俊偉富喜來轉沈雜城 這個調轉沈雜城轉無偉傑 那無偉傑要是比沈雜城更厲害 照計是不會的 看成績都知道 所以不要搞了 這些試過千七谷草集 東來欣賞就說贏 你不是贏的那隻來的 怎麼相信你 所以不選 至於這隻轉去由達榮 就出過一次賽 又是那些包尾馬 包尾又是沈雜城轉走的 這場真有趣 難道沈雜城四年玩 加寶神區搭閃亮佬 應該不會的 不過很有趣 益線系的馬照計就不會轉倉 可能沈雜城覺得這隻馬沒什麼用 就勸退 但內隆我就不知道 因為吳生這些馬 可能在沈雜城 他都覺得沒什麼表現 轉倉試一下 或者別人不要 Anyway 我認為這些馬是不行的 試了閘都不行就不行 所以暫時就不選擇 我認為可以不贏 這些馬是畫了它 至於齊歡聚落 更離譜 跑過兩次 都是包尾的 你還要試這麼多個閘 都沒有東西看 一次我當你未成熟 在吳彭治 兩次養了一年 你走三跌都沒有理由輸這麼遠 大佬 黑土火箭不在這 超好運在這 我選得超好運 你跟他爭17個馬位 當你不騎 都不應該輸這麼遠 所以這些都是 no hope no hope的馬就沒有選擇 等他翌日有 hope 才想想 冷不是很大 冷都要有機會才行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晚一點還有一些1Q博士 今晚有頭注的馬迷世界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記得待會看看五間馬經 喜歡的就給個like 另外記得還未訂閱的朋友 右下角這裡有一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 開實心鐘仔 記得追蹤IG 我IG在哪裏呢 這裏留下的連結可以看到 你追蹤IG 在我初日的時候 我會早一點點提示出來 你按下去頭像那裏 你便可以看到 你自己用來過關 如果你選對心水 或者你扔回我選你沒有那隻 那也好 至於為什麼我會選那些馬 我可能會在節目講 有時會現場講給大家聽 你便到時再留意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一會再見 拜拜